今天来做一个家庭版的芦荟针 买了一颗大芦荟 但是我买的这个芦荟呢买错了 不是实用的 是美容用的 然后这个视频呢 我还没有剪的时候发现 诶 庸哥也发了家庭版芦荟针 这不说明我们两个人心有灵犀吗 我和百万up心有灵犀 这说明了什么呀 其实你们从我的这个手法上可以看出来 我是一个非常擅长家庭料理的人 我这个手法是非常的干净利索 刀工也是无可挑剔 就是这个芦荟不是我吹 只要给我一把够好的刀 我可以把它做成松鼠芦荟 松鼠鱼那种松鼠芦荟 你们懂得 果然人就是不能得意忘心 刚才起来找东西的时候 撞到了自己的脑门 眼冒尽兴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芦荟改刀 把它变成芦荟肉 就是说把芦荟成的这个芦荟皮衣呢 给它扒下来 然后把它的皮衣上残存的一些肉也刮下来 不能浪费一滴芦荟汇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芦荟的汁液 有一股淡淡的嘎吱窝的味道 很奇妙啊 然后用这个耙子把这个芦荟肉给爬散 然后拿出一个祖传的小红盆 我特意找了个小红盆 因为我看庸哥的视频里面的人 那个人物出厂的时候 都是带着这个小红盆 还挺有特色的 我真的看庸哥的那个芦荟汁 视频都上头了 我晚上做梦的时候 我都梦见卖芦荟汁 那个老小子和新小子冲着我笑 芦荟这个东西太寒了 像我这种经常窜息的人 千万不要吃 我觉得要配合长颜宁一起吃 搞不好吃完还要住在厕所里 全部刮完以后呢 收拾一下残局 这个过程呢 很治愈也很雅致 这个东西又黏又滑 在手里还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 哇真的太神奇了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芦荟 然后加一点东北的马萨拉提一下鲜 然后再加一点香香脆脆的烤珍珠 然后再加一点配料 然后呢又擅作主张的 加了一点芝士条 还有果酱 最后加点清水 然后呢拿出我们的搅拌棒 热情的搅拌一下 然后这么一杯干净又卫生 简单又热情的卤汇汁就做好了 我们的顾客已经急不可耐了 给他摆上刚烫好的杯子 这顾客怎么长得贼美熟眼的 喝杯芦荟汁就好了 这神奇美妙的色泽缓缓流淌 妈呀 妈呀哎哟 倒完以后拿了个分叉子 给他咯咯咯咯咯 这晚上赶紧又卫生 喝完以后神清气爽 眉清目秀 alors放开 喝 authorized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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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喝酒 喝酒 好